我是范振宏 請大家跟我一起 進出有據 無微無據 正確的事情重複做 財富自然就會來了 記得加入唯一的官方LINE AT帳號 大家好 歡迎來到海豚交易室 我是MPSH海豚 范振宏 那現在第二階段要幫大家分享的是 今天的強勢族群 分別是記憶體 特用化學 還有AM0組件 那這個他們在長什麼呢 那記憶體模組 基本上就是8271的羽氈 長了8.23% 那還有8299的群聯 長了4.35% 那一方面呢 我們稍微看一下技術面 那其實海豚之前有跟大家講過 就是記憶體相關 基本上在巡團接近尾聲 並不是說它不會長 而是海豚認為說 在這邊去買它的話 基本上你要享有比較大的空間 基本上比較難 比如說市場大家比較喜歡看的 像是2408的南亞科 這樣線型還在下面 模組長最熱門的3260的威鋼 其實也沒有太特殊的表現 那827的羽氈呢 跟這個8299的群聯 那一方面群聯是被外資上修目標價 那當然就是正向反應 那827的羽氈呢 跟其他一些 今天有動的記憶體概念股 那基本上是比較受到美光 這邊的激勵的大漲 所以並沒有太特殊的理由 那當然羽氈的上漲 海豚就是 就只能提醒這個還是留意一下 這個循環的末端 循環末端的問題還是有存在的 好那再來就是在這個 半導體特工化學的部分 這種就不切線圖了 基本上大家知道 近幾天熊本廠 台積電日本熊本廠落成了嘛對不對 準備開始要 要開始要生產了 那之前大家想說 要蓋熊本廠那一些檢測啊 什麼的設備 基本上叫準備進駐 所以這些先做一波了 做一波的題材發酵 那接下來進場之後 那勢必就變成什麼 開始要做東西 會有一些耗材 所以最近的一些特用化學股呢 其實表現就相對強勢 不過大家要留意 就是台灣的特用化學股 大部分都是代理商 當然說代理商不能說就不好 而是說 畢竟台積電在日本的熊本嘛對不對 那其實 全球來說特用化學的大廠 今天都在日本 所以就地取貨 基本上跟日本是比較方便 但是不能說台灣就不會出貨給日本 不會出貨到日本去 而是這個相對來說的獲益 或者是效益呢 可能不會 不會有想像中那麼大 所以大家特別留意一下 那汽車零組件 像1522的提維希 今天是漲停的 或是像海淳在索馬營 曾跟大家介紹過的東洋 那基本上呢 他們竟然都是受惠什麼 就是受惠電車 或者是所謂的利率 利率偏高 所以導致呢 大家這個換車意願降低 那換車意願降低 就是舊車繼續開 那舊車繼續開 你車子碰到了 要換東西 要換車燈 要換保險桿 那自然的頻率就變高了 所以就受 然後相對來說這AM廠呢就受惠了 所以導致呢 他們這一波的營收 在第一季是有機會淡季不淡 而走出延續性的行情 這部分就分享給大家去做參考囉 那當然說 以技術面來說 東洋的話 今天的低點就不能破了 因為大量低點不能破嘛 那至於為什麼 那些海淳在索馬營有交過 那你還是不知道的話 歡迎來索馬營 海淳在另外交給你 那在1522的提威希 最近也是一樣 今天也是一樣 今天的低點 當然就不能破 那另外呢 也可以留意一下 不是留意 而是可以關注一下這個連家 因為以前之前海淳在索馬營也跟大家講過 一月份的營收有跳出來囉 那是不是說 相關的產能開出來之後 這個營收開始要去做溢注了 那當然說在前兩天 海淳才在索馬營分享了 連家的一些長線的看法 那如果說你還不知道的話 也歡迎來訂閱索馬營營 好那這一階段呢 這個強勢族群 我們就在那邊分享到這邊 那如果說 等一下 我要跟大家講一下 星星的今天為何大跌 還有法術會釋出什麼展望 所以我們待會見囉 一五號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